请收看中视新闻全省报道 东盛级16号的船长潘建鹏终于回到台湾家乡 强力控诉日本政府对他进行的恶行恶状 准总统蔡英文和岸信夫见面 表示要继续推动台日友好持续磋商 准助理代表谢长廷表示 他反对马英九总统强势护语 并说台湾绝不能和日本发生战争 报道指出在民进党陈水扁时代 原来秋一人就和日本达成了所谓的默契 也就是在冲之鸟礁附近 日本来台湾就走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中视新闻全省报道 日前本省平东县小琉球级渔船 东盛级16号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 进行捕鱼的时候 遭到日本强行扣押 船长潘建鹏在5月5号终于回到台湾 特别控诉日本政府 将他当作囚犯一样的对待 不但全身脱光检查 并且掳人勒熟 宛如海盗一般 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 对此却是表现的相当低调 在日前 蔡英文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弟 暗信夫见面 表示双方会秉持台日友好的原则 继续进行磋商 而民进党即将上任的准驻日代表 谢长廷 则是高调的表示 反对马英九总统 强势呼吁的指动 究竟为什么原本非常强调 要捍卫台湾主体性 要照顾台湾人尊严的民进党政府 在即将上任之际 却是有如此大的态度改变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 新中华儿女学会的理事长 王炳忠先生 为我们进行更深入的谱析 王先生请讲 各位中视新闻全省报道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王炳忠 今天为各位来分析 到底这个民进党呢 现在跟日本在搞什么 在搞什么勾当啊 我们来看谢长廷 他可以反映的这么激烈 这么高调 高调干嘛 高调去抗议马英九护鱼 你没有听错哦 他不是抗议日本哦 他是抗议马英九护鱼 就是抗议马英九去抵抗日本 他是抗议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比较 台湾的渔民 在一开始 这位潘建鹏船长 被日本强行扣押 脱光检查 然后掳人勒熟 还要求家属给这个熟金 宛如海盗一样 结果你民进党 大气不敢坑 你那样的低调 所以你民进党 对于台湾渔民 被日本欺负 你可以这么低调 可是对于马英九 强力的出来 要来捍卫渔民权益 你们却可以这么高调的来 反对 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们再来看 当时候我们这位啊 蔡女皇啊 蔡泽天 很多人说武泽天 坐天嘛 那叫蔡泽天要登基了 这蔡泽天被三催四寝 要死不活 这媒体一直问她 这个蔡主席啊 你到底对台湾渔民这一次冲之鸟礁附近 被日本这样子强行的给带走了 你的态度是什么 他不讲就不讲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蔡泽天 要死不活 这好像没有声音一样变成哑巴了 最后呢 出来干嘛呢 就给大家比一个OK的手势 那你OK什么呢 那么人都被带走了 你OK什么意思呢 后来我们终于看懂了 原来这个OK 就是呢 我等到第三天才要回复 所以到了第三天呢 这个蔡泽天呢 终于出来讲了一句话了 讲什么话 就记者说 哎呀蔡主席啊 你打算到底要不要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 你怎么捍卫呢 结果蔡主席出来说 全力捍卫 就这四个字 全力捍卫 哎呀 我们这个蔡泽天 等他讲这四个字 等了三天 所以大家还要感恩戴德 谢谢蔡泽天 说出这全力捍卫 不是三啊 全力捍卫 不是四个字 还要感谢他说出 全力捍卫 这四个字 所以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求你表态一下 你都这么 这个要死不活 还要等你三天 才任意说出 这么四个字 习字如金 每个字好像都是黄金 最后只能说这么四个字 强力捍卫 可是呢 你们却可以为 马英九总统 强力的派出军舰去护鱼 你们可以立即的就反应 立即的出来干嘛 立即出来反对 我们自己的政府 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民 这个不是 打自己人吗 这个不就是一般讲的料杯啊吗 就是吃里扒外啊 我们再来看到 蔡英文呢 他最近呢 又和安倍晋三的弟弟 暗信夫见面 就当台湾和日本 现在为了冲之鸟礁这个问题 渔民被欺负 公道还逃不回来的时候 蔡英文呢 急着和暗信夫见面 实际上在去年 蔡英文选前 到日本去的时候呢 他也是和暗信夫见了面 那我们知道 暗信夫是何许人也呢 暗信夫的外祖父 就是暗信介 暗信介又是谁呢 暗信介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 清华的罪犯 战犯之一 但是后来呢 这个战犯呢 却反而又和蒋中正 联盟在一起 那么各位肯定又觉得奇怪了 这蒋中正不是当初是中国战区 应该是抗日 怎么后来又和日本的这个战犯 暗信介绑在一起了呢 那就是因为国共内战兄弟相残呢 所以后来蒋中正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之后 为了能够来反共啊 有待一日可以再度反攻大陆统一中国 所以呢 他就和暗信介呢 就结合了 那么结合之后呢 就在台湾啊 包括我们知道的像白团啊 这些就是当时候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 那么蒋中正呢和日本呢有合作啊 要来对抗中共 那么很有趣了 现在我们看到蔡主席 蔡准总统 蔡泽天 她也和暗信介 哎 她的这个后代暗信夫也搞在一起了 哎 这是不是历史重演呢 啊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合理的怀疑了 这蔡英文走的路线就是当初蒋中正要联合日本对抗中共 不过有趣的地方来了当初蒋中正为了对抗中共 那要整军金武啊 全面征兵啊 然后呢 大家都训练严格才能够对抗大陆啊 但是现在蔡英文啊 你们底下的这些清明军不是个个都说 哎 我们是反对国军的吗 不是都说我们不愿意去当兵吗 那这样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 你怎么整军金武来对抗中共呢 啊 更有趣的是我们要来质疑了 那蔡英文是不是他要恢复征兵呢 因为你要像当年蒋中正老蒋总统一样 你要去这个反抗的这个中国大陆 要能够对抗 那必须要全面征兵啊 不然你怎么对抗大陆呢 啊 还有一个我们更要去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看起来好像蔡英文是在走老蒋路线啊 都是要联合日本对抗中共 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老蒋总统那是要反攻大陆 所以呢他是一个统派啊 他是中国统一派 他跟大陆抢夺中国的正统 但是蔡英文呢他却是相反 他是台独啊 他是要来呃表达他不做中国人 所以蒋中正是抢着做中国正统 那么蔡英文呢是抢着说我跟你中国没有关系 我不要做中国人啊 那更有意思的是蒋中正这么说起来 应该是蔡英文的祖师爷啊 可是为什么现在蔡英文他们呢 他的党羽啊包括他的外甥啊 却是呢现在打头阵啊 抢着要把蒋中正同向破坏 要把中正纪念堂废掉的一群人呢 所以历史的错乱真的很有意思啊 当初的蒋中正和暗姓界联合对抗中共整军金武 而今天的蔡英文和暗姓界之孙暗姓夫啊合在一起啊 但是呢他却是要搞台独 而且呢他是反蒋的这个啊 头号分子 所以真的是历史的错乱 好了 那么最近啊这个新闻呢又显示出来说啊 这个疑似啊在陈水扁时代 就是民进党当初第一次执政 民进党陈水扁时代呢 就已经有邱义人和日本方面呢 这个串通啊有所谓的默契 这什么默契呢 就是达成了秘密的一个协定啊 这个协定就是说啊 未来在冲之鸟礁附近呢 这个日本如果来了台湾就走 你来我走 所以日本呢在他们所谓冲之鸟岛 其实根本不是岛 就三个塔塔米不到啊 但日本就硬要说那是个岛 然后在所谓的经济海域啊 然后在执法的时候 台湾就会自动这个退开 就会自动退开 这是现在报道啊 报纸经报 在陈水扁时代 我们已经和人家有这样的一个默契了 那么大家会讲说 靠这民进党时代的承诺 为什么我们要单呢 那没有办法 在国际法上就是这样 因为陈水扁当时候呢 他也是台湾的这个政府 所以他代表政府的立场 所以跟人家搞出来的这个默契 那么好险啊 他没有白纸黑字 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 如果继续下去没有更动 那真的很有可能 小日本呢 他就就地合法了 他就在冲之鸟礁附近 就真的为所欲为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马英九呢 不愿意继续配合日本 来让这样的现状能够就地合法 所以马英九呢 选择强势护鱼 而且呢 在国际舆论上呢 去严正的指出 根本你这个所谓的冲之鸟岛 他就不是岛 那既然不是岛 他根本就不能拥有 所谓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所以各位呢 从这个问题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520蔡泽天即将登基前夕呢 各路人马都在抢着定义现状 改变现状 什么意思 小日本呢 莫不作声 直接呢 用行动啊 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现状 等到蔡泽天登基了 蔡泽天就可以 这个顺理成章的说 哎 我们维持之前的默契 之前的现状 马英九时代 如果没有强势护鱼 那我蔡泽天 我也不必护鱼 那冲之鸟礁 这附近的海域 就这样送给日本了 那么幸好这一次呢 马英九有所动作 不配合让这个现状 就地合法化 所以蔡泽天呢就难搞了 因为蔡泽天呢 不知道到底和日本有了什么勾当啊 你看他从选前就跑去和日本的首相 这个秘密会灭 然后还死不承认 到底交换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所以现在马英九呢 硬要护鱼 他马上就让谢长青出来 说反对护鱼 所以这当中绝对有黑箱 绝对有秘心 绝对还有不为人质的勾当 这个现状如果真的让小日本就这样定下去了 那就好像违章建筑啊 这个没有合法的建造 没有合法的执照 可是偷偷啊 偷梁换柱 每天呢 东改一点 西改一点 改到最后呢 就就地合法 这就是小日本打的算盘 也是今天台独 他们在打的算盘 所以我们要看清这一点 不能够让小日本和蔡英文唱双簧的 这个维持现状 最后实际上改变的现状 这一点呢 一定要警惕 好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中式新闻全省报道 掌握全省市 请您持续追踪 中式新闻全省报道 祝福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wnikn